在一系列实验中 热成像灭火系统都表现出色 现在它迎来了终极考验 与消防员进行灭火对比实验 这次的实验场地 在一个空旷的仓房内 实验人员设置了两个 完全一样的火场环境 分别有明火 暗火 蔓延火 并且充满浓烟 四台热成像灭火系统 安装在仓房顶部的四个角落 实验开始后 各处火源被依次点燃 然后接通热成像灭火系统的电源 由他们进行自动灭火 航空港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们 也参与这次消防演练 他们随时待命 街道紧情就奔赴火场 那么面对火场中这些复杂的火势 热成像灭火系统 和身经百战的消防员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为了模拟突发状况下的消防员 出警救援现场 我们将厂房的门也锁上了 之后 实验人员将各种火源 一一点燃 实验开始 屋内接通电源后的热成像灭火系统 开始搜寻火源 另一边的消防员接到警情 迅速出警 此时 火场内的热成像灭火系统 已经感应到了火情 开始工作了 消防员到达火场外 开始对厂门进行破拆 与此同时 热成像灭火系统 正在暗部就班地 将火源依次扑灭 就在此刻 消防员冲进了火场 他们迅速找寻火源进行铺救 他们能实现反超吗 热成像灭火系统 可没有交接工作的意思 它继续向火源喷水 甚至把自己的火源 全部消灭之后 又来帮消防员的忙了 最终 从触发报警 到扑灭自己的火源 热成像灭火系统 用了四分钟 消防员到达火场 用14分钟 在热成像灭火系统的帮助下 扑灭几方火情 用13分钟 共计7分钟 经过多次模拟试验 在面对明火 暗火 蔓延火 以及人工移动火源 等不同火情时 热成像均能及时准确地探测到 并且能有效控制火情蔓延 提高了灭火效率 为消防员提供了更大的救援空间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